各位 在你的生命里是否曾经后悔过 我想我们或多或少都曾因我们所做的一些错事或傻事而后悔 但基督信仰常强调 罪人当悔改 就必蒙怜悯 即使这样 那当你们读到犹大出卖耶稣过后的认罪后悔时 是否觉得奇怪 为何犹大的后悔是带来死亡 但彼得的悔改却是带来饶恕呢 其实彼得也和犹大一样 他的三次否认主也算是对耶稣的一种背叛 所以他们两个都背叛了主 他们两个也都后悔了 但不同在哪里呢 我们先来看犹大的后悔 马太福音27章 这时候 卖耶稣的犹大 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 就后悔 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 说 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 是有罪了 他们说 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 你自己承担吧 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 出去吊死了 看来 犹大其实也是有良心的 要不然他背叛了耶稣后 就不会后悔而去自杀了 但是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首先 我们要知道 因后果而后悔的 不是真悔改了 没错 犹大是承认他有罪了 但他是看见后果 看到耶稣已经定了罪 他才后悔的 他是因一个后果 因自己害了一个无辜人而难过自责 但他并没有发现 原来他全人都被原罪和罪性捆绑 他的认罪不该只是为了一件事而后悔 乃是应该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有罪的生命而悔改 并转向耶稣 但犹大不是因为发现自己得罪神而悔改 这就好比一个平时工作马虎的司机 有一天因为他的疏忽而造成一个车祸 害死了几个人 然后他便很后悔自责 但其实这个司机平时就已经常马虎了 只是从来没有发生过意外 所以他便认为自己都没有错 反正没有害到人 只是等到意外真的发生时 他才后悔 这样的后悔不是真正的悔改了 就像犹大 他一来都贪钱 他在门徒中是管钱的 也常偷钱囊里的钱 他的贪心使他一点也不在乎神 反而只是在乎自己的利益 尽管他听了耶稣许多的道 见证了耶稣行了很多神迹 但对他而言 金钱是他的主 不是耶稣 难怪圣经说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念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赐透了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也说 你们不能服侍神 又服侍金钱 这也甚至不在于人有没有把钱留下来 乃是人的心里是注重钱还是神 就像犹大把钱还回去了 甚至他因卖主而后悔了 但他只有悔 却没有改 他的心从来没有从爱钱转向爱神 金钱蒙蔽了犹大的眼 使他看不到原来耶稣才是真正的神 当然 金钱只是一个例子 犹大的偶像是金钱 但如果我们的悔改不是从我们生命里 任何的偶像转向基督 那我们的悔改还不够彻底了 这跟我下面要提的很有关系 犹大的后悔没有带来他的得救 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相信过 耶稣为神 为救主 因为犹大没有发现自己全人就是一个罪人 所以他也没有发现原来他是需要一个救主的 犹大是因骂耶稣的事后悔了 但他始终不相信耶稣的救恩能为他赎罪 他最终还是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罪 如此 他既不相信神的救恩和饶恕的恩典 他也选择自己为自己赎罪 他的后悔虽然是真实的 但最终还是不信耶稣能解决他的罪 他听了耶稣讲了那么多的道 看了耶稣如何拯救了税吏和犯奸淫等的罪人 但他仍不信这福音 他的灭亡是因他不信耶稣 他只看见他的罪的后果 却不信耶稣的赦罪救恩 这就是犹大和彼得不一样的地方了 刚才我说过 犹大和彼得两个都背叛了耶稣 两个也都后悔了 但不同的是 彼得是已经真信主耶稣了 彼得曾宣告 耶稣就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并且在约翰福音六章我们读到 从此他们途中 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 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 你们也要去吗 西门彼得回答说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 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所以彼得和犹大的不同在于 彼得是信耶稣而得饶恕和永生 犹大却是因不信耶稣而灭亡的 从犹大和彼得的例子 我们看到两种不同的后悔 犹大和彼得都因他们的罪极其忧伤 但忧愁也有不同 正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说的 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以致得救 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各位 神所喜悦的忧伤悔改 是一个人知罪过后 相信唯有耶稣能救他 以致他最终不但是悔改 并且还会转向神 接受神的救恩 与神和好 下面更心被恩感地拒绝罪 并顺服神 这样的忧伤悔改是来自神 也会带来生命 这就是彼得氏的忧伤痛悔了 这样的人悔改 不但是为了除掉自己对一两件事的愧疚 但这样真切悔改的人 下面是更加定义 将整个生命的方向和目标 都转过来为主而活的 另一方面 虽然同样也叫人伤痛 但世俗的忧愁后悔 却是叫人死的 如同犹大一样 弟兄姐妹 今天你或许也像彼得或是犹大一样 做了一些对不起神的事 但愿你是像彼得一样 清楚相信耶稣能拯救你 并饶恕你一切的罪 甚至饶恕你全人的罪性 并抓住耶稣的宝血 来到神面前 祈求祂的赦罪 并且过后更是靠圣灵 走成圣的道路 感谢您的祝福 感谢您的身上 感谢您的观看 启优优独播剧